朱庭軒罵五眼聯盟有眼無珠 罵得好 所以和大家讀讀 我覺得他寫得非常好 香港首次完善選舉制度後的選舉 非建制派全軍覆沒 立法會正式一步入了愛國者治港的時代 五眼聯盟的美國、英國、澳洲、加拿大、紐西蘭 也可以說這五個是Anglo Sachsens的外交部長 加上G7的外長、歐盟代表 都發出聯合聲明批評 表示對香港的選國民主受到侵蝕 表示關切 還說破壞了香港的權利、自由、高度自治的行動 正是威脅我們希望香港成功的共同願望 他何時希望香港成功 他想香港一點都不成功 可以拿這個來搞亂中國 聲明更加指出 香港香港修改選舉制度 減少了直選議員的席位 亦都建立了新的審查程序 嚴格限制候選人和選民的選擇 先看看為何會搞成這樣 你們這些所謂民主西方各有甚麼五眼 痴乎嚴重的有眼無珠 首先為甚麼立法會選舉 結果會清一色建制派呢 原來是因為反建制派人士呼籲黃人 就投白票或者杯葛選舉 所以沒有一個黃人可以入選 所以才導致這次的結果 請問這個不是教友自取嗎 雙議席單票制的直選 如果黃人肯投票的話 反建制派選人要輕取一半的議席 絕非難事 再加上高能組別也有反建派的人參選 立法會絕對可以做到 不只是一種聲音 只是黃人你自己拱手相讓這個權利 你自己不做不要賴人 當然你又會投訴入閘門檻提高 以及直選議席減少的問題 但這個正正就是過去這麼多年來 立法會被反對派搞亂的結果 長期為反而反 拉布癱瘓議會所導致 從來都沒有民主 讓大家可以好好地去議決議案 反對派的口味就去攬炒 民生問題 立法修訂多年都未能通過 請問這樣的議會再繼續下去 香港就像台灣一樣 民不聊生 如果反對派議員很認真地以示 不是做猴子氣 更加不會有完善選舉制度 如果當年反對派人 當逃犯條例撤回的時候 見好就收 就不會有國安法 現在 如果一人讓一步 接納831的選舉框架 香港今天已經可以一人一票選特首 今天所有結果 都在所謂的民主派當年 不肯妥協而造成 妥協這件事和民主非常重要 真正的民主 不是要別人完全歸順利 而是要從不同的聲音 取得平衡和中間點 去互相共融 即是求同存義 五眼聯盟批評香港民主制度 但為甚麼你只聽這200萬人的聲音 沒有看看另外500萬香港人的意見 接近140萬選民出來投票 可以忽視嗎 香港有很多人支持國安法 和完善選舉制度 亦不覺得香港人權狀況有變 為甚麼這些西方國家 長來好像時而不見 所謂民主西方國家 請不要再獨裁地選擇你想聽的意見 而去漠視另一方的意願 更加不要干涉別國內政 你自己做好自己國家的治安問題 和防疫工作 總比對人指指點點實際 這個說得很對 他們的防疫現在 真是 我也不知道怎麼說 好 他們現在